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寻法安心读书会》 每天为您分享《寻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欲求解脱与诸摩战 第1449集 我是韦智 经文 见一切人受诸苦恼 欲求解脱 与诸摩战 为是众生说种种法 以大方便说此诸经 昨天的文提到 记诸语 讲完了以后 譬如如来 他是大法王 讲如来是怎么说法 因为他是大法王 他有忍入大力 有智慧保障 有大慈悲心 如法化士 昨天讲到这边 接着今天的文 这都在讲如来是怎么说法 如来见一切人受诸苦恼 一切人是什么 就众生 见众生 都在这个苦难当中 很多很多的烦恼无名 这个妄想之所 就让他受了很多苦 知道有三苦 八苦 比如说八苦 生老病死苦 这个求不得 爱别离 验圣会 无欲吃胜 等等 很多很多的苦恼 那要求解脱 要怎么办 就是要跟诸魔战 诸魔就是有四魔 就是烦恼魔 死魔 五印魔 跟天魔 就是 佛陀会教我们 如果要让众生得解脱 我们自己要先得解脱 先有这个法 得解脱 就是要跟这个四魔战 能够战胜四魔 战胜四魔就有大功虚 等等 所以才会有 水功赏识之前讲 所以佛陀就为 这些众生 就为我们 说种种法 说种种法什么意思呢 说种种法 就是说三圣法 先说 小圣 就是身文 再说中圣 就是圆绝 再说菩萨法 说这样 三圣法 最后会归为一佛圣 这样 这都是佛陀的这个方便 方便大力 这个佛陀他为了讲这个大法 他所用的这善巧方便 开拳显示 等等 来说这部华尔景 这是佛陀的用心良苦 也是佛陀的智慧 来看上人的手札 菩提 觉一名菩提 道者通之意 佛智原通无庸 故名之为道 一 生文之所得 二 言觉之所得 三 佛菩萨所得 上人今天 其实把昨天的重要的重点 像菩提 这个觉道 昨天就讲过了 可因为这很重要 上人就再讲一遍 这是上人的一个习惯 为了我们这个 地址的慧命成长 让地址法入心 菩提 就是觉 那觉就是菩提 那道呢 就是通 这条路会通 走着头 走着交 走着交位 中间没有障碍 那什么东西没障碍 只有佛智 佛智原通 圆满 圆浓 通达 无庸 无庸就是像堵车 高速公路 或公路上堵车 叫庸舍 对不对 就没有阻碍 没有庸舍 这样 你可以走得通 走得到 故名之为道 这条道 菩提大 大指道 所以为什么上人说 菩提大道指 故意强调 这条菩提大道 这很指 圆通 无庸 这样 那总共有三种道路 这个 生文之所得道 上人在念的时候 加了一个道 生文之所得道 圆觉之所得道 还有 佛菩萨所得道 那生文的道比较小 圆觉的道大一点 但是最后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菩萨道 最后成佛的这个 这个佛道 因为走菩萨道 就会成佛 这样 那么来看 我就画了这个图 就想说 对呀 从这个路有大有小 有没有看到 绿色的生文的路 一开始讲 这个生文 四圣地这边 对不对 这个法 这比较小一点 可是也是可以道 最后都要会归 接到什么 接到这个菩萨道 严觉大一点 这个 但是也是要接到菩萨道 菩萨道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要正觉 方向要正确 有没有看到 正觉 觉到 所以上人一直非常强调 方向要正确 因为你方向不正确 就走不到了 走不到就不叫道了 或者就不通了 刚刚不是说 佛智原通无庸吗 没有庸舍 庸舍就是说 有阻碍 他这个没阻碍 那更重要 他的方向正确 他会道 你走这条道 一定会成佛 就这样 才叫原通无庸啊 是不是这样 那上人最后 特别提醒 心也要专啊 不管你 我们走路开车 像我有 很多人都有开车 喜欢我开车 开了三四十年 以上了 所以 开车一定要很专心啊 你行菩萨道 也是要很专心 那心很专 就是通禅定 三昧禅定 你知道 戒身定 定身会 觉会 这个觉就智慧啊 觉 那你一定要心要专 要禅定才会生智慧 得到这个佛智原通 这样 那这里面啊 身为人觉要变成菩萨 它有关键 就是小我要变为大我 所以为什么会苦呢 因为你有很多我 你的我值很重啊 我值法 这些我很重很大 我慢 有苦我 老我 反我 老我 对不对 这些都是自己造成的 所以这个小我 这个把它变成 跟天地一样的大我 我们知道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即进 所以一定 这个小我变大我了 大到多大 大到跟虚空一样大 就无我了 无我才会跟虚空一样大 所以这很妙的 大家记住 你可以背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即进 或背那个 试炼处 也可以 观身 不尽 观受是苦 关心无常 观法无我 有没有看到 观法无我 被这个四年处 或是三法义 都可以 上人说 这个开小条路 用认真用功 也是同样接到 大条的路 因为上人从声闻 原觉开始讲 声闻的路 原觉的路 最后到菩萨路 最后都要接啊 接到这条大条路 是什么 菩萨道 这样 这个就是正觉 正确的方向 觉悟的道路 这可以得到 佛的智慧 所以就画这个图 给大家做参考 这样就很清楚 今日文法心得 觉就是觉悟 道就是通达的意思 只要有路 就会通 有路 就会通 但有时候中间会有阻碍 你啊 我一路路 路滩了 这个你就要 翻山越岭 爬过去 等等 那走了比较慢 或怎么样 比较辛苦 那这个 佛道 他这个就 刚刚倒带一下 看看原文 佛智 圆通 无庸 对不对 他就方向正确啊 没有障碍 可以到佛智 圆通 这境界 这个 就不简单 所以一定要这个正觉 正确的方向 觉悟道路 才 这是佛的智慧 那我们要路人群 才能够亲近 才能得到这个法 得到这个觉 上次在讲菩萨道的时候 就讲这个 路人群 才能够亲近啊 才能够 透彻了解 这个法 这个觉 这个智慧 法在人群中得嘛 菩萨万行 这就是我们的善法 就是我们要与魔所占的力气 那就是六度 要与魔占 这个 你看 从 这个三十七处道品啊 或是界定会 三无漏学啊 这些等等 其实三无漏学里面 六度里面 就包括三无漏学 是不是这样 所以上了今天就讲六度 这个不失 忍怒 不失 持戒 忍怒 精进 禅定 智慧 这样 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 我们真的要 熬下去 熬战 熬战就是 战很久了 坚持 持久战 要这样战下去 因为我 之前有听到 某个这个 师兄 他就是 没有坚持 没有坚持就放松了 就懈怠了 那就垮了 然后后来 垮了一阵子 再爬起来 这样 最后还好有爬起来 还好有法 可是就是 又熬了一阵子 那如果你垮了更惨 就多了三二道 就麻烦了 就麻烦了 所以一定 这样说 这个不可以懈怠 不可以放弃 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 所以这个 信心 毅力 勇气 很重要 要这个毅力 熬战下去 这非常非常重要 菩提 那就是觉悟的道路 觉悟的道路 这条路 同是一条路 这路有近有远 有大条有小条 对不对 看我们如何走 对不对 有人也许会 先从身为人觉这边走 他也许一开始 独善其身也很高兴 等等 总而言之 就是这个 大条小条 刚才我就故意画那个图 小条路 中条路 大条路 那觉就是觉悟 成等正觉 这个道就是通达 有路就会通 但是我们要走对的路 这样就会通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那方向要正确 那大路小路就看怎么开 那佛陀他这个 一开始用方便法 所以先开小条路 小条路也是要认真 也是要用功 对不对 那最后也同样要接到大条路 因为最后我们的目的都是什么 都是成佛 对不对 觉悟 成等正觉 得到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方向要正确 那修行的话 方向要正确 这非常非常重要 这样才能够成佛 这是佛的智慧 他是这样教我们的 所以上次就开始讲了 这里是讲这个声文 声文说 声文就是用听的 听也是要用心听的 跟你讲正确方向 你心定下我跟你讲 也许你还看不清楚 你听用心听 一步一步走 这是声文 心要钻 不管身为原觉菩萨 通通心都要钻 声文是第一步 然后你走稳 跟你讲 你可以安心走 因为你这个方向是对的 好好走 而且你也了解 天下万物 幻幻无常 对不对 原觉他可以了解 这个无常 他从大自然的变化 就可以了解无常 这样 然后 这条路 这个方向是对的 就叫他走 走走走 但是还是记住 要接大路 接大路就是我刚才画了 接回来菩萨道 就这样 这佛陀也知道说 原觉呢 也是要给他引导到 大路 就是菩萨道 所以我刚刚 为什么一开始画那个图 就是上次今天要表达的 就是三条路 最后都会归到这个菩萨道 到佛道 那第三个就是佛菩萨 所得到的道 这个指导人人来行菩萨道 对不对 从自立自修自觉开始 对不对 可是还有很多细微的烦恼 细微烦恼就成杀祸 上人今天他有时候就不讲 那么这个专有名词 他直接跟你讲 你还有维系的烦恼 那这些维系烦恼 那要怎么去除 要到人群中去练啊 这些成杀祸 因为你这个阿罗汉已经断 见祸失祸了 还有这些维系的烦恼 就成杀祸还没断 今天不讲成杀祸 就跟你讲维系的烦恼 你路人群去就对了 那这个 好好的去路人群 去亲近 才能够透彻了解 才能断祸 那这个上人今天举了两个例子啊 第一个他是还是延续这个之前的例子 因为之前在2017年啊 上人开始这一年的六月啊 北部下了好大雨 那有两个地方啊 我们有去帮忙 特别灾情惨重 一个是金山 一个是乌来 那我这边有金山的图片 也有乌来的图片 上人今天就讲说 大家去做这个 这个就是菩萨道之前讲过了 那这个有些认识或不认识的 他有时候看媒体啊 看新闻啊 看大家一台报道 他会来看到慈禧人会赞叹 会给你抱抱 会给你赞叹 会给你拥抱 那你看我们的这个师兄姐 你看满身乌鲤 上人说这个乌鲤回去洗 衣服脏了 乘乘帽也脏了 累了在旁边休息一下 可是这个 就回去这个洗一洗就好了 这心是很干净的 这个衣服很脏了 没关系 心很发喜 这样 这是菩萨道 上人今天举这个例子 我之前有看到 这个更让我们感动的 像这个右下角这个师姐 他们有时候中午累了 在那边休息 三个师姐在那边休息 有一张照片 找不到 看了很感动 其实这些照片都看了很感动 做这些事情都很辛苦 所以 除了满身乌鲤以外 真的是 这个很累很累 因为这个乌鲤 这个桶子都很重 有时候惨都惨不动 这个泥巴等等 可你看 大家都这样的付出 好 那上人就提到说 这就是菩萨道 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 我们知道这方向是对的 那有时候会收到什么 收到礼物 收到赏赐 什么就是 人家会跟你说 跑过来说 很感恩你们啊 多谢啊 就这样 等等 或给你按赞 给你比个赞 或要抱你一下 这样 所以 这就是上人去举这样的例子 那总而言之就是 这个 用 用这个例子 来带出 刚刚那些文 菩萨道 重点是让我们身体力行的 不管身文 原觉菩萨 最后 都导到菩萨道 这样 徐徐善诱 让我们投入 投入在人群中 这样就对了 你看 就再看一下 这样 这个 上人就 这几天都举这个例子 那今天还要举另外一个例子 待会来看 诸佛从心得解脱 心者清净 名无垢 诀是指 能诀法性 之 智慧说 即是漏尽人之智慧 今天手杂那一章 就补了这个三圣法 因为有说种种法 那再来 这一章昨天也讲过了 所以 就不再多重复了 来看昨天的文 或以衣服 种种珍宝 奴婢 财物 欢喜赐予 如有永见 能为难事 王姐记忠 明珠四之 他上来又帮我们复习 因为你看 包括那个前面两张手杂 都是帮我们复习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 行菩萨道的时候 说帮助他们 让他们脱离 让他们得救 让他们感恩又欢喜以外 他们自己就会感恩欢喜 会情安自在 还要慢慢的引导他 让他们了解 让他们亲近 让他们体会到说 我受到帮助 我将来也可以愿意投入去帮助别人 这一段很重要 这一段是菩萨道的关键 就是自觉觉他 就是说 我们去帮 苦记巴以复位说法 就是你帮助一个人 如果你只给他物质 或帮他打扫 这样是不够的 如果这样还没有到菩萨道的全部 就是他如果体会到说 我受到帮忙 我将来我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让他也变菩萨 这才是真正菩萨一生无量的关键 就是在这里 所以上了每次 一定会把这一段带出来 这也就是发挥了他们回馈 最永健的回馈 所以为难事 菩萨就是这样 这一段是最难的 你前面我们去花时间去付出 你只要有时间有体力都可以 对不对 好 可是还要 苦记巴以复位说法 感受到他也可以做菩萨 这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菩萨就是这样 另外众生供业 众生供业之前也讲了 那这种因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 要耗得虔诚戒慎 才能避开这些业因 那这个佛陀就教我们说 要把自己的心保护好 让我们的心很干净 无染汇 就没有污住 就要有虔诚的心 虔诚一念心 愿意去度众生 上人说 诚就是愿度一切众生 有没有 这个成正信使 诚心事愿度众生 上人就特别强调这个 我们为了众生 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 要预备啊 预备万一 因为总而言之 我们自己 这个一定要警戒自己 要守戒守好 对不对 守清静戒 要彻底去除无名 任何的恶恋都不可以 这样 这念善 要不要好好把它凝聚起来 这样 这就对了 所以真正菩萨难行难行 这也是让我们能够体会 原来我这样是对的 上人再帮我们复习 这些前面的文 那对 这样就对了 那这个感恩啊 我们受惠很多 就是如果我们做对了 这些被我们帮助的人 他就会跟我们 跟我们说这样的话 等等 如果有人跟你说感恩 说这个我们受惠很多 这样就对了 任何都有这样的决 决信 感觉到有人能够这样帮助 我们要学这样的付出 这样慢慢就一直成长 就形成一个菩萨道善的循环 好 来看接下来的文 如来亦尔 为诸法王 冷露大力 智慧保障 以大慈悲 如华化世 所以这昨天最后一张文 接今天的文 这样 因为祭诸欲结束就接 也不是结束了 他的这个欲结束 就进入这个法的部分 有没有 如来亦尔 因为如来是法王 他忍入大力 智慧保障 一大慈悲 如法化世 对不对 接今天的文 见一切人受诸苦恼 欲求解脱 与诸谋战 为是众生 说种种法 以大方便 说此诸经 有没有 进入法的部分 那特别是批语 或是透过这个 记诸欲 来了解 佛陀是怎么说法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法 见一切人 受诸苦恼 见世间一切众生 受诸一切 仇忧苦恼 众生的确就在 这个苦海中 是不是这样 他有很多的忧愁 烦恼 各种的苦 等等 这些都沉沦在 生死苦海中 他有很多很多苦 很多很多的烦恼 所以他不能够安稳 也见不到自己的自信 这样 那上人接下来就举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现在 从大概 特别是2017年的几年开始吧 就有时候会 特别会精涩 去短期 短期经济 体验精涩的生活 这样 类似短期出家 不要说出家 就是要精涩去体验 长处知乎 人家是怎么在修行的 怎么在生活的 这样 那上人今天举一个例子 就举那个棉被 这个 晒棉被 还有装备套 的例子 那这个 回去 金色的这个师兄 告诉师傅 告诉上人说 这个 全师傅说 要注意 要去晒棉被 要过一条奈何桥 那我说 你们有体会到吗 他们说有啊 这个 这条奈何桥 热腾腾的 这样 因为 要拿到屋顶去晒棉被 那这个 一栋跟一栋中间 这个 有时候有接缝 有时候跨过去 或是有这个 金属 铁 铁皮的部分 等等 太阳一晒很热 刺脚踩在上面 这个 哇 这个是很热的 等等 可是为了众生 为了这个 把这个任务完成 为了把棉被晒好 当然要走过去啊 这个 难行 难行 所以棉被 为什么会 收收收 就是 因为棉被晒过 盖起来真的很舒服 如果有经验的 你都知道 这样 还要装棉被 装棉被 常驻师傅 还跟他们讲 装棉被 这个四正起 这四个脚 四个脚 你要注意 不可以有购汇 这里面的棉蓄 或是什么沙子 通通要把它 这个注意到 该拿出来的 要拿出来 等等 该装好的 要装好 等等 都有一些方法 那这还 原来 这个 晒棉被 难行 难行 对不对 过奈何巧 难行 难行 不怕热 不怕苦 那这个 装棉被 装被套 四正起 有没有看到 那我们现在看一些图 这是在屋顶 这个 这个 有时候 因为找不到那个 我之前好像有看过 那个奈何巧那个照片 不过 刚才没找到 就是说 这是在晒棉被 这样 那这边在整理 整理 被套 在装被套 在运被套 印棉被等等 那我刚才讲的 要经过 一个地方 它会 它会有铁皮 会很热 等等 那总而言之 这里面 上面说这里面 就很多法 刚才提到 你装被 装 装棉被 像我们家里 我家师姐会装 被套 有时候我也会帮忙 的确需要一些技巧 这个 是 棉被都是方方的 刚好是四正起 我念一下四正起 以生二令束断 未生二令不生 未生善 令束生 以生善 令增长 这是四正起 所以就每个脚 都要很 很钉筋 都要很注意 就对了 善恶 这个恶恋 赶快让它断掉 善恋 赶快让它 增长起来 等等 所以四正起 都有收到 这样 那这个 其实上人就不止 讲四正起 你注意看 上人就讲 讲从那个什么 从四念处开始讲 四念处 四正起 四如一处 上人都讲 四念处 我刚才讲过了 还有四如一处 等等 因为你要如意 去修安乐如意 一念 敬会 一如一处 念如一处 敬如一处 敬如一处 会如一处 等等 这些 所以这些都要很熟 就是 观受是苦 这个 从 观生不尽 观受是苦 观信无常 观法无往 等等 一直到 这是四念处 四正起 四如一处 这些 这些法 回来体会 生活的妙法 那上人说 若不是经过这些居事 回来生活 我也不知道 里面的地址 已经得到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的法 真的也是很感动 也是很赞叹 其实上人是借 借这个机会 故意这样说 这的确是这样 上人就赞叹 其实上人是肯定 这些法的重要 要肯定地址 地址的修行 方向是正确的 所以给地址赞叹 所以我也说 这我就上人说 你们想 你们看 他们就是这样的 真修行 真经济 所以这样的修行 这样的经济 像刚刚去 这个金山 或去乌来 去产屋里 还有金色的 这些生活 这只是其中一个 点点滴滴 还有出坡 这是晒棉被 还有洗棉被 装棉被 装被套 等等 上人是肯定 这样的修行 是真经济 真修行 好 来往下看 欲求解脱 就是出世安乐 与烦恼谋战 灭除世间苦因 即不受 诸老之果 所以 学佛就是因果因果 你把这个 世间苦的因 都把它灭除了 那当然就不会有 这个烦恼的果 这就是 才会得解脱 受诸苦恼 知世间因果 贪慧于私为因 苦恼之患为果 与武因谋战 破世间恶 因业果 不受诸苦 一样 这个五蕴就是 色受想行事 对不对 那蕴就是 积累累积 的意思 这个都不要让它累积 这些不好的 更不要有 贪 贪心 贪欲 生气 于私 贪嗔之慢 义都不要有 等等 这些因都没有了 苦恼的患 当了这个果 也就没有了 就不会受到这些苦果 与诸魔战 我们要精进 我们的心一定要定在善法 一定要洗菩萨道 菩萨六度万行 对不对 这些善法 就是我们与魔所战的力气 那是什么 就六度 刚刚也讲过了 布施慈戒 的路精进 禅定智慧 这样就可以拿着这个六度 来跟这个 四魔来对战 与诸魔战 为是众生 说种种法 与诸四魔 就是烦恼魔 五义魔 生死魔 天魔 之所熬战 上人今天特别是强调的熬战 就是要坚持持续 说种种法 种种法就是三圣教 今天一开始讲的 就是三圣教 生文言诀菩萨 所以生文言诀要变菩萨 就是要从小我 这个老我苦我烦我 这种小我带出来 变成大魔 这样就脱离四魔 所以你要脱离四魔 一定要什么 这个要从小我变大魔 这样就对了 这样要降服它 降服这些烦恼魔 五义魔 死魔 天魔 那这些魔出现的时候 你要提高警觉 要把它抠下去 就是说要苦战 要坚持 要精进 要有毅力 不可以懈怠 不可以松懈 不可以放弃 对不对 也不可以停止 要很精进 上人说 哎呀那么烦 放弃 上人说不可以 心不可以出现这种念头 不可以 一定要熬下去 要坚持 要坚持 要坚熬 以前我看过 有一个作家写说 煎熬煎熬 煎的比较香 熬的比较有味 在煮菜的时候是这样 所以你人生要比较 有味道 有深度 要耐得起煎熬 耐得起煎熬 不怕热 不怕 不怕 对不对 不怕热 像刚刚那个奈何桥很热 你不怕被煎 对不对 那这个熬 就是要 忍受 忍受这些 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五欲魔战 这样就会战胜 就会有大共勋 就会得法 得果 佛陀就是为了这样 让我们修行 要耐心 要坚定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很多的法 让我们提起精进心 这样才能破除我们的烦恼无明 把它降服过去 所以烦恼魔五欲魔 生死魔天魔 这个动不动 我们就会感觉到 有些人会 哎呀 我很担心 这我很担心 这我压力很大 像我今天中午 开会 遇到一个 师兄 他比较年轻 他就压力很大 就压力大 他就批评吃 就吃出问题 这个血脂太高 已经都有心悸了 所以 他就说 他压力很大 这样 那这个可能法不够了 我是没有今天第一天看到他 坐在我旁边 好 可是他 他上班的时候 他就压力很大 他就给我看他肚子 一个 他个子不高 体重 不晓得 但是肚子很大 表示吃吃吃都累积在那边 这样 不能说压力大 就拼命吃东西 这样 好 这都是心魔在作祟 因为你贪吃也是一个贪 这个不行 他吃太多 这样 这个喜欢吃某些东西 不要讲太细节 喜欢吃油炸的东西 等等 这样都很不好 怪不得 这个血 已经脂肪 脂肪干 等等 有很多指标已经出问题了 这样 所以 这个 我们世间 这都是无形的东西 无形的东西 哪有什么压呢 这样说没有 无形的东西 哪有什么脑呢 你只要心念一转 就 对不对 像我就 我有跟他讲 像我就吃 我就讲我自己吧 我就说 我以前吃 从吃 锅边树 30年前吃锅边树 后来就吃奶蛋树 到吃奶树 去年开始就吃全树 新年一转就海阔天空 我都很顺 从开始吃树到现在 吃了三十几年 就都很 都很顺 都是新年一转 说吃 说吃全树就吃全树 所以 我们就是要很用力去降服 这个口欲 是也可以降服的 这些欲望 贪嗔私脉 都可以降服 所以说种种法 就指三圣教 就是身为人绝不上 这样 一路说过来 这是佛陀 摩 泛语 摩罗 亦为能夺命 障碍 老乱 破坏等 害人命 障碍人之 善逝者 欲戒之第六天主为魔王 其眷属为魔民魔人 所以魔 他就是会 夺我们的慧命 然后障碍我们 扰乱我们 破坏我们的修行 所以 这个 欲戒第六天 的天主他是魔王 以大方便 说此诸经 佛以大悲善巧方便 为诸重 等说此诸经 所以 佛陀最后当然会为大家说 这个华哈经 这个大法 这也都是他的大悲心 来着 他以这个善巧方便 这个来说 先说方便法 再说真实法 为是众生 说是地 十二因缘 种种法 即以三圣随机诗教 十字基首 临三会上 开全显示 对不对 先讲四圣地 苦极灭道 再讲十二因缘 就圣文言学的法 最后呢 三圣随机诗教 时间到了 众生根基成熟了 因缘也有了 就在临三会上 开全显示 说这个大法 我们来看上人的结语 这个 十几因缘成熟 过去小圣中圣 讲这四地 十二因缘等等 那这时候就可以 这个 在临三会上 开全显示 讲什么 讲华经 所以我们大家要 很用心 世间是这么多 苦我 老我 烦我 老我 实在是很多了 那这所有这些我 这些小我 通通把它放下 这个 通通把它打开 念念的我把它打开 打开到多大 开到跟天地一样大 星胞胎虚量作煞戒 跟天地宇宙共一体 这样就对了 所以这要什么 这要很专心 就要有这个 专心就是定 三妹定力 这些也讲过 有这个 你就会有慧 就会有坚持 就会得大智慧 就得到佛智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够 多用心感恩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静思妙联华感恩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